台北大同区延三夜市的入口处 总有个小摊贩外头排满人潮 这里只卖大肠煎 香肠 烧鸡腿和鱼丸汤 简单的四样菜就屹立不咬五十年 招牌大肠煎用先蒸再油泡的方式 咬起来Q弹扎实 带有油葱香 虽然经过油炸 但不会油腻 蘸酱吃或配小黄瓜吃 口感更清爽 另外这盘烧鸡腿 肉质软嫩不柴 还烤得有些焦香 表层酱汁很够味 吃起来相当过瘾 大肠两份 香肠两条 分开 两个大肠三个香肠 两份包在一起分开 天色渐渐暗 台北沿山夜市里 这间骑楼下的小摊贩排了满满人潮 特别行业 路过的人很难不停下来注意 对 我大概两三个一两个礼拜后来买一次 很常看到他就排一整盘 排到晚又见 对 一直都排 每次都会 因为我现在在三重炉中那边工作 我都还会特地回来这边吃 老板娘康春桃的油锅中放满了米肠 一旁的烤炉中则摆满鸡腿和香肠 交给两个儿子黄俊杰和黄松坡 迅速地翻面抹酱 康春桃则一边把炸好的米肠捞起立油 小摊里尽管只有卖大肠煎 香肠 烧鸡腿和鱼丸汤 四种简单小吃 却能飘香近半世纪 记忆中的古早滋味在老桃心中难以取代 我每次我来都是一套一套嘛 就全部都点一样 有时候觉得比较多的 就外带回去 对啊 外带回去也很好吃 吃 然后很好吃 尤其是就是假日的时候 我就坐捷院然后来买 糯米肠我觉得跟其他家不太一样 不知道怎么说 反正就很好吃 然后每次都要吃很多 四十九年前 黄国民从嘉义北上 卖起了在家乡拜拜时才会做的大肠间 和一般米肠不同 蒸熟后还要油泡 让外皮更Q脆 这样比较香啦 油要保持清潮啦 高小毕业就出来这里 有卖很多种 有很多行的 买了做大肠 长肩 黄国民和妻子康春桃 凭着这一位慢慢建立出口碑 五十年如一日 黄家人依然每天一早 就开始准备米肠的制作 都台湾糯米 然后都是旧米 然后因为旧米吃起来会比较Q胎 这个木桶我爸已经用了五十年 所以当我们可以带来继续使用 然后它蒸起来会有一种特别的快木香 把米粒铺平后 在中间分别戳出几个洞 受热更均匀 蒸米的同时再开始炸油葱酥 把虾米 虾皮放入油锅中炒香 我们的拌料都会先过炒一遍 然后把它的气味都炒出来 然后再跟糯米下去拌 这样吃起来比较香 像是我们就用了五香花椒 胡椒 然后八角冰箱 煮熟以后滚了以后下去搅拌 配料都准备齐全 米饭也恰巧蒸熟了 先开木桶盖 白烟窜出 米香肆意厨房 把白饭倒进搅拌机 加入刚刚煮好的自制酱汁 不停地搅拌直到均匀入味 以前我爸都是用手去搅拌 然后后面有机器出来 我爸试过以后就觉得 搅拌得比手还要更均匀 兄弟俩忙着处理内线 黄国民和康春桃也是美咸着 一条一条手工挑除 竹长衣上的油脂 这样油黏黏的起来 比较油的 对啊 我们自己处理起来比较清晰 吃下去比较油 比较没味道 染成虎珀色的糯米饭 准备灌入长衣中 黄家人围成圈 各个手速手忍 重复着一次又一次的灌肠动作 得包上好几个小时 灌的时候也要拿捏 它里面米的松紧度 就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太粗粒的话它可能会破掉 然后灌完以后我妈会再做一个处理 就把它拉整理一下 让它比较漂亮 粗厚的米肠一条条排入蒸锅 等待整齐玉洗礼 蒸熟后用文火慢炸增添了油香 米肠中盘焦零双色酱 沾着吃咸甜适中 咬起来Q弹扎实 虽然经过油炸 但一点也不会油腻 还带着油葱香 夹起爽脆小黄瓜配着吃 口感更丰富 糯米它味道很香 而且它虽然是用油去煎 但是你都吃不出来它很油腻 它的糯米跟人家不太一样 吃起来就很软糯这样子 年近七旬的康春桃 每天坐镇油锅前 他年轻时从没进过厨房 直到嫁给黄国民 才跟着一起打拼 拉拔三个儿子长大 做要烤 做要烤 因为我以前是在做衣服的 我都不会这个 都是老公在做 我只有帮忙灌 从还会累到哭的年轻小姐 一晃眼都成了好几个孙的阿嬷了 父母的辛劳 孩子们最清楚 幼稚人五六岁的时候 就可以帮忙 就别人在 小时候在玩泥巴的时候 我们在玩糯米 觉得父母年纪大了 就觉得 这间摊子可以 全成 可以做到五十年 我觉得不简单 就各口味也不能放弃 所以就只好 跟我弟协商了以后就觉得 好 那我们就把这间店 好好做下来 黄俊杰和黄松坡兄弟俩 即使都念到研究所毕业 最后还是选择回家接班 让味道不失传 这里的香肠也是热麥品项 口感紧实细致 有股甜甜滋味 外层烤的酥脆还带有焦香 搭配新鲜现切的大蒜 围呛的香辣味让人意有味境 确实真的相当好吃 然后就肉 反正我咬起来就不会柴柴的 反正好吃 对啊 大概这样 而且它蒜头给很多 烤过半熟的鸡腿 切块放上烤炉再一次酥烤 烤上酱料 撒胡椒粉 吃起来嫩而不柴 还带有些焦香 酱汁相当入味 来 到肠身好了 好 好 好 做各份工作跟幸福的事 就是全部的家人一起 做同样的事情 王家人齐心忙碌 用最简单纯服的食材 做出独特的古早滋味 也让这近50年的小摊子 继续屹立不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